日本白桃,又漂亮又juicy,不要說不住你們 不要切了,我喜歡整個吃 但他說做薄餅,什麼做薄餅夾的嗎? 也對,白桃通常做甜品,做鹹的東西都可以 對,我也不知道,但柳家聰師傅說可以 但不要緊,我最想現在吃 既然師傅說可以,你就不要切 對,等師傅搞嘛,我都沒吃 劉師傅,你好,這個白桃是給你做薄餅的? 我遇到了,留給你吃 謝謝,其實真的可以做薄餅的嗎? 是,可以的 對,鹹的,我也可以的 首先,這個暖水呢,加了衣士粉 再加糖 這個是做什麼的? 這個給它發酵來做薄餅的粉團 這樣放在這裡就可以了嗎? 就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然後呢,這個麵粉 要這麼多份嗎? 鹽 其實這裡可以打到四個膠 哦,就是自己家製作就不用那麼多 是不是可以不用那麼多? 可以不用那麼多,加了油,再加了衣士粉 其實這些就應該等五分鐘先的 是嗎? 但是因為現在的時間關係 其實自己拆一塊的底在家裡會不會都挺難的? 很簡單的,其實很快的 但會不會那些份量呢? 如果有一點點,出入其實就做不到一個漂亮的底呢? 都會的 就是那個份量就夠了 發酵時間都很重要的 即是五分鐘就要五分鐘? 是啦 一定要用手插的 是呀,要插到有一點點筋 拉得到一些皮,不會那麼容易穿 哦 那是不是插完之後,然後又要再等它? 是呀,插完之後起碼第一次要等它半個小時以上 或者等它發到有兩倍那麼大 就是第一次插完之後,是不是又要再插一下它? 就好像現在的手勢呢? 是呀,要分開它大約你想要的尺寸 哦,然後再插一下它 是呀 那第二次又要再發酵? 是呀,第二次插了一個大小,等它發酵 五分鐘十分鐘可以再插一個皮薩出來 嗯 需要用很大力嗎?我看你好像也要有一點點力 要用一點點力 所以要插一下它,看到別人會插一下粉 那就不用了 你喜歡做這些嗎? 發洩呀,張先生 心裡面要不滿,全部都發洩了 我喜歡你拍薑多一點 哈哈哈哈 其實差不多了 OK,好啦,那就要等它發酵了 是呀 那我也知道是不是有你做了一些已經是發酵好完成的了? 是呀,沒錯,已經做好了一點了 嗯,第二個步驟是怎樣呢? 第二個步驟就是插一下它變成薄餅 我洗澡一點點綿粉,撒進去倒爛 這一團就可以做一個薄餅了,是嗎? 是呀 哦 我們先插完它,先插一下皮,也可以鬆一點 你是否會用一張伏勢的? 是不是呀 哈哈哈哈 我看到人是這樣的 其實都可以,不過用手插,用碌的快一點 整齊一點 哦 哦 要做得多才會做得很滑,很滑,很圓 是這樣的 平時可能會做一種不規則的影像 我們做的一定是變成不知橢圓形 一定是甚麼形的了 是 其實你最好用一塊雲石上面做,那就最好了 會滑一點,是嗎? 是呀,因為我這樣也穿不到它,穿不開它的薄餅 但是你都要盡量令到它的口薄要均勻的,是嗎? 是呀,都要均勻的,要不然一邊帶一邊洗 但我覺得現在市面上的薄餅,都不是很理會那些形狀 現在越來越,又有口又有薄,好像很隨意 是,但我覺得就不是很機械式,真的很自己人手做的薄餅 插完到圓形了,那就用個插 插一插去 原理是為甚麼呢?要用餐料加些洞進去 就是不會漲 即是不會爆開,是嗎? 是呀,不會漲爆開的位置 讓你中間拱起了,就不會 哦 好,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就上這個盤了 對啦,上盤了 盤的底部不用塗的,很厲害 一模一樣的形狀 真的呀,是師傅來的 好,接著呢 好,接著我們做個醬汁先 酸忌廉 酸忌廉 茄子汁,酸青瓜,洋蔥 酸青瓜,混合在一起 對,全部混合在一起 對,全部混合在一起 那那個pizza,那個醬汁是不是這些是最基本的了 這些醬汁 其實都不是的,最基本的是番茄醬 就是番茄醬 因為要被白桃搶了白桃味 所以就拌那個醬汁會清一點 嗯嗯嗯 嗯嗯 嗯嗯 如果就是做這個pizza呢 其實主角都是叫做白桃 選擇那個白桃,所以不需要不要太熟的 其實不要太熟的,因為焗了會出水,會出得很厲害 嗯嗯,但現在白桃就裝好了 嗯 嗯嗯 然後塗在那個醬汁上的pizza在那裡 好像那些千島醬的 對呀 類似的 是不是,因為酸酸的 嗯 我這邊都聞不到香味 好想這些醬汁,加上芝士 嗯 多一點點 對,我都喜歡吃的 哈哈哈,不好意思 第一浸就加一點,第二浸就再加多一點 還可以加多一點點 然後再加小腸 咦,那都很多配料 開頭我還以為是 傻土 對,我真的以為是醬汁 然後就 傻土 然後就傻土了 有些鹹味啊 傻土的那些 嗯 其實我在想,除了土之外 有沒有其實用過什麼生物 菠蘿啦 菠蘿很多時候都用 菠蘿可以 除了菠蘿還有什麼生果可以用 是pizza 其實也很多的 就是蘋果那些都可以 是,有沒有一些不燥啊 我喜歡吃芒果的 芒果都不燥 是啊 剛剛也是這樣 芒果可能 因為濕了 太多汁會流出來 芒果就燜一點 那就是 好,到最後上面多留一層芝士 哦 這裡兩磅 這裡兩磅 嗯 我重兩磅 真的嗎 我吃完之後 你用芒果 哈哈哈 多漂亮 加上去 我一個賣相 有些顏色又漂亮 是 挺下日的感覺 在最後加一些 加上一磅 哈哈哈 好,搞定 可以入爐了 哦,可以入焗爐了 那今天要入幾… 即是幾多… 幾猛火的… 200度 9分鐘至10分鐘左右 差不多 事先預熱了焗爐 是啦 是啦 那接著就可以放下去了 OK 咦,為什麼放在下面 不是放在中間的位置 因為它的底部會熱一點 所以可以煎到它… 底部會長一點 哦 哇,等了10分鐘了 很香 很香 可以聞到 來,師傅 可以了 可以了 哇 哇 真的嗎 好美 很香 哇,很脆的 我聽到了 那些香味 很香啊 清香那種 是有少許桃味的 都真的有 是 一聞到 哇 暈一暈啊 是 哇 新鮮出爐真的不同 是 真的 新鮮而辣試吃 哇 哇 好 好 接著 加別花生 這樣就可以了 對啦 那個賣神又好美又好香啊 謝謝你,劉師傅 可以了 保育 所以我自己去的 我們可以了 ,你們先去做 弄一個 ,廢物 好香 很香 好的 哇! 重了一下 哇! 我要試一下桃子 我真的想試一下桃子 很香! 現在用手來的 太美味了 當然要用手吃 哇! 桃子很香 哇! 酸酸甜甜的 而且混在桃子裡和芝士一起 很配合的 跟以往我們吃pizza真的不同 以往吃pizza會比較膩 因為有桃子很香 跟這裏是不同的 哇! 厲害! 我下次再試一下 多些水果 可以整個pizza都是水果嗎? 整個pizza都是水果 不同的水果雜果 可以嗎? 下次你做給我吃可以嗎? 所以這些桃子都要選得漂亮的 比較乾淨一點 你滋潤到整個口都是 謝謝師傅